一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黄花 一开始会接触唱歌是因为 高中的时候有同学是热音社的 他们找我去帮他们唱成果发表 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发现自己唱歌 其实蛮好听的 因而开启我的歌唱之路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就是去餐酒馆 他也可以点歌 我也顺势点了几首自己喜欢的歌 等到轮到自己的歌单的时候 我就走过去跟助唱的朋友说 我其实是点给自己唱的 然后也因为这次的机会 能在酒吧助唱 其实我自己很意外会踏上森林的舞台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是自己独自背着行囊 从北上到台中参与了海选 也很幸运的就入棚 本来以为很快就被刷掉 但没想到竟然就这样走到这里 在森林之王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 团体合作赛的思念 因为这一首歌是族语歌 藉由这首歌让大家更认识我的族群 让大家知道我不只是会唱歌的原住民 而是能用歌声唱进大家心中的一位歌手 来森林之王其实学到很多东西 也尝试了很多自己平常不会接触到的 音乐风格 最后我最想要谢谢自己 谢谢自己愿意踏出这一步 森林的总决赛 我会以一个素人的姿态 拿冠军给你们看 我会以一个心中 不愿面对的不同